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2月21日 在去年6月我曾经做过一期节目 讲台湾的防疫手段是很中国的 其中有一条 就是台湾他自己搞了一个疫苗 然后只做了1727的临床试验 没有做三期的临床试验 就批准紧急使用了 这种做法就是向中国大陆学的 中国大陆的所有的疫苗 都是做了一二期的临床试验 然后就批准上市紧急使用了 在发达国家是不这么干的 发达国家都是要求疫苗 做过了三期的临床试验 才能够批准紧急使用的 台湾的这款疫苗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称 叫高端疫苗 这种名称 也是不符合现代医学的惯例的 因为现代医学有一条 对于药物的命名 你不能暗示它的品质 不能暗示疗效是怎么样的 也就是说你不能把药物的名称当成了广告 这种做法搞什么叫什么高端疫苗 这个是老中医的做法 有一些人说了 这款疫苗是一家叫做高端的公司研发的 所以才叫做高端疫苗 就像说辉瑞公司研发的疫苗 对叫做辉瑞疫苗 其实像这种情况 应该是给这个疫苗改一个中性的名称的 不然的话如果有一家叫做安全的公司 搞了一款疫苗 难道要把它叫做安全疫苗 然后有一家叫做最佳的公司 搞了一款疫苗 难道就要把它叫做最佳疫苗吗 所以从这个名称就可以看出来 台湾的药间其实还是很落后的 这款所谓的高端疫苗 它的技术并不高端 而是很低端的 它是属于重组蛋白质疫苗 这个是跟自飞生物 中俄大陆自飞生物搞的疫苗 是同样的技术 只能说比灭活疫苗要先进一些 但是这个也是几十年前就已经有的技术了 我们用的乙肝的疫苗 就是属于这种重组蛋白质的疫苗 但是台湾的一些媒体 还有一些台湾的网友 去催促高端的疫苗用的重组蛋白质的疫苗 要比新式RNA的疫苗要好 这个就跟大陆的媒体 大陆的网民 去催促灭活疫苗 要比新式RNA疫苗要好 还是很像的 但不管是用什么技术做出来的 是先进的技术 落后的技术做出来的疫苗 那只要能够证明了 是安全有效的 那么难 就应该使用的 那你要证明这个疫苗是安全有效 那就要做三期的临床试验 不能说只做了1727的临床试验 然后就要使用了 台湾的高端的疫苗 我看到报道 说号称也要做三期的临床试验 说在台湾没有条件做 所以就在巴拉圭去做三期临床试验 最近公布了三期临床试验 的中期结果 就我看了它那个结果 发现了 都是骗人的 那根本不是三期临床试验 我以前的节目 几次介绍过 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 除了说要观察 它的不良反应以外 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要知道这个疫苗的保护效力 是怎么样的 那这个保护效力是怎么得来的呢 那就是把这些试验对象 这个一般叫几万人的试验对象 像灰醉疫苗 就是在四万多人上面试验的 把这些试验对象随机的分成两组 一组接种的疫苗 另外一组接种的是安慰剂 然后来对比 这两组的感染率是怎么样的 然后根据这个感染率的差别来算出 把它的保护效力是怎么样的 所以三期临床试验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这样 那台湾的高端疫苗 它所谓的三期临床试验 根本就没有做去研究这种感染率的对象 首先它找的这个人数是很少的 是在巴拉圭找了一千一百多人 然后分成了两组 这两组不是说一组 用疫苗一组 用那个安慰剂 而是一组接种的高端疫苗 另外一组接种的是阿斯利康的疫苗 然后也不是说对比这两组的感染率 而是对比的是这两组 接种了疫苗以后 体内产生的综合抗体的低度 是怎么样的 然后对比的结果 说这个高端的疫苗接种以后 产生的这个综合抗体的低度 比阿斯利康疫苗产生的综合抗体的低度 还要高 是它的两三倍 那这个阿斯利康的疫苗 已经是被证明有效的 被三期临床证明有效的 所以台湾的高端疫苗 也就认为说也是有效的 所以它是做的是这种综合抗体的低度的对比 而不是这种感染率的对比 那为什么要去巴拉圭做呢 你只是要测一下综合抗体的话 在台湾完全有条件做 如果说要对比感染率 因为台湾感染很少很低 所以没这个条件做 要巴拉圭去做就可以理解 但是现在它不是对比的 不是感染率 而是只是一个综合抗体的低度 这个在哪都能做 在台湾也能做 为什么要跑到巴拉圭去做 而且关键是 你这个并不是真正的三期临床 只是测了一下综合抗体的低度而已 所以呢把这个叫做三期临床 还说是什么中期的结果 这个呢就完全就是骗人的 那台湾的这些研发高端疫苗的人说了 我们这个是最新的这种研究方法 叫做免疫桥接 这免疫桥接的这个概念 不是台湾人发明的 以前就有了 但是呢 以前的免疫桥接 免疫桥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种疫苗 已经呢 做过了三期的临床试验 被证明是有效的 然后要扩大这个疫苗的使用范围的时候 就觉得没有必要再花时间 花钱再来做一个三期的临床的摄影 而只是对比一下这个综合抗体的低度 就可以了 比如说一种疫苗 已经在成年人的身上 做过了三期的临床试验 证明它是有效的 然后想扩大到这小孩上面去用 这时候呢就觉得 没有必要在小孩上面 再重新来做一次三期的临床的试验 那么了就接种 在小孩上面接种疫苗 测一下综合抗体的低度 跟成年人体内产生的综合抗体的低度 做一个对比 如果是相当的 那么呢 就认为说 这个疫苗在小孩身上呢 也能够用 所以 以前说的 这种免疫桥接 针对的 都是同一款疫苗 而台湾呢 现在是要对比不同的疫苗产生的这个综合抗体 这个是台湾的发明 不是以前说的那个免疫桥接 即使是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免疫桥接 FDA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也是不认的 像灰瑞 他对于小孩做疫苗的测试的时候 他也做了免疫桥接的 对于12到15岁的这个人群 还有呢 5到11岁的人群 他也做了 免疫的桥接 也对比了 他们产生的这个综合抗体 跟成年人的综合抗体 是相当的 但是呢 这个只是 作为去申请 这个疫苗紧急使用的 一个数据 FDA还要求的 是你还是必须要有这个三期临床试验的 结果还是有这个感染率的对比 所以 灰瑞在这些小孩身上 也是做了三期的临床试验 也是对比了疫苗组和对照组的感染率 得出了保护效率这个数据 得出了这个疫苗 对于11岁到15岁的这个保护效率是百分之百 然后5岁到11岁的这个保护效率 刚才该是12岁到15岁了 那就5岁到11岁的保护效率是百分之九十 这样的话 FDA才批准了 灰瑞疫苗可以到 在5到15岁 这个小孩的身上使用 然后对于5岁下的 这个儿童呢 灰瑞就没有做 这种感染率的对比了 而只有这个 免疫桥接的数据 就是 这个可能呢 也是因为这个太小的小孩 感染的可能性太低 所以很难获得这个感染率的数据 所以他们就只是做了这个免疫桥接的数据 就测了小孩 这些5岁以下的小孩 产生的中格抗体的低度 去跟成年人的做对比 然后这个数据交上去以后 现在FDA还不批 那就没有批准 就这个免疫求接 用这种研究方法 那即使以后FDA批准了 那也是针对的 是同一款的疫苗 是已经做过三期临床试验的同一款的疫苗 跟台湾根本就没有做三期临床试验的 这个所谓的高端疫苗 就想拿免疫求接的这个数据混过去 这个是两回事 那当然了 现在也有一些专家 也包括一些国家的这种药监机构 也在研究说 对于新冠的疫苗 可以放宽一下 能不能用做这种不同疫苗的免疫求接 就可以批准了 这只有个别的国家 现在提出来 可以这样 像去年九月份 有五个国家 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瑞士 新加坡 他们联合搞了一个倡议 就是说 因为现在新冠的疫苗短缺 然后有很多国家 没有做这种三期临床试验的条件 所以对于新冠疫苗 是不是可以放松一下标准 靠这种免疫桥接 就可以了 也可以批了 这个只是提出来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哪一个国家 批准过这种不同疫苗的免疫桥接的 而且这五个国家提出来的方案 也比台湾的高端疫苗做的所谓的免疫桥接 要严格的多 比如他们提出来的 是你必须在三千人身上做试验 做这种安全性的试验 免疫桥接的试验 才可以的 台湾呢 它这个实际只有几百人 那它说是一千一百多人 但是分了两种 真正接种这个高端疫苗就几百人 所以这个人数 第一呢 是少得多 第二呢 这五个国家提出来的 这个免疫桥接的方案 要求在对比中和抗体低度的 同时呢 你还必须要对比细胞免疫的 而且提细胞的 这情况 我们整体的免疫 除了抗体 就所谓的体液免疫 那么呢 还有一个细胞免疫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但台湾的 这个免疫的桥接是没有的 它只有综合抗体 低度没有这个细胞免疫的数据的 所以即使是 按照这五个国家 去年九月份 才提出来的这么一个方案 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免疫桥接 也是不合格的 而且呢 即使人家提出这个方案 那也没有说 这个就是三期临床 你不能把便宜桥接 直接就叫做三期临床的 那台湾现在把它叫做三期临床 这就完全就是骗人的 那我在推特上 批评了台湾的这个高端疫苗 是骗人的以后呢 就来了一波的台湾的网民 就在那里骂街 然后在那里嘲笑 说是不懂 无知 是看不懂英文的资料 说我只能看这种什么 棘手的中文的简体字的资料 不知道这些台湾的网民哪来的自信 要来跟我看英文的资料 还在那造谣 那说 各国的疫苗 辉瑞的莫德纳 都是没有做三期临床 就被批准紧急使用了 说我辉瑞的疫苗 对于小孩 也只是做了免疫桥接 没有做三期临床 然后呢 就被FDA批准了 这个呢 纯粹都是谣言了 所以这帮台湾的网民 因为他们心目中的爱国疫苗 被人批了 就跑来骂街 跑来造谣 这种出发呢 也跟中国大陆呢 也是很像的 所以在这点呢 也是很中国的 不过呢 我看了一下 台湾公布的 台湾的疫苗接种情况 那个数据 就发现了 接种高端疫苗的人 还是很少 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虽然台湾当局呢 也在不停的宣传 这个高端的疫苗 蔡英伦自己 还表演了接种高端疫苗 但是呢 真正性的人 还是很少 绝大部分的台湾人啊 他接种的 还是阿斯利康的疫苗 还是莫德纳的疫苗 还是辉瑞的疫苗 所以那种 所谓的爱国的 这种台湾的人 去接种爱国的疫苗 还是很少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啊 就要比大陆好得多 因为台湾人毕竟 还是有选择的 还是可以去 选进口的疫苗的 不像中国大陆的人呢 没有这个选择了 只能被逼着 去接种安全性和有效性 都很可疑的 国产的疫苗 所以在这一点上 台湾呢 又没有那么中国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